所以民进党这些深绿选民 其实坦白讲很傻 很天真 他们不了解 他们已经是高嘉瑜 这一轮造势最好的 啦啦队跟助选员了 高嘉瑜 如果今天我是高嘉瑜 我感谢死了 谢谢大家 卖力演出了 这影片超好用 的确啊 所以这些人自己还在那里 自爽跟自嗨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了 如果当天的批斗大会 确实有新人士在背后操弄 利用彻翼网军群组动员 来去引导风向的话 那我想这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已经不是当初 在野时候创党精神的民进党 民进党已经彻彻底底的 被这一些绿营粉网军 1450塔绿班给操弄绑架了 所以过去大明大方的民进党 讲实话的民进党已经完全不负债 取而代之的就是拿前办事 或者是特定意识形态 操弄风向引导议题的1450跟塔绿班 我们觉得深深以为不可 并且感到非常悲哀 我们更要问过去的党主席蔡英文 以及现在要即将接任党主席的赖清德 你认同这样的行为吗 过去赖清德甚至还讲过 请总统停止网军来攻击我 如今你还要放任网军 持续的来在台湾境内里面找敌人吗 这一点请民进党好好的反省省思 它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1 4 5 5 6 6